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再说建立十六联华 这个联华叫做心中的正志进行 香炉 炉表正习 就是根本心中念念朴勋 念念心中的勋习 为什么说十六 前面的八元净照的是你的八语 然后这八语中各设真俗而发 理事而相 他能够如一气而地 所以叫做十六 在这个上面你要在各安 在境外建立境外 就在这个境外 你念念之间取八元净 这建华铺设 在这个境外 你要各在安 种种理事跟一切真俗而相 念念照如是十六 所以从八中限十六 然后念念之间 在如是心底之中 念念掌养尽 如莲华像开发 就莲华像 然后念念如是普勋 是香炉像 所以你不能不看到心体之中的开发 那种莲华 那种安部 你也不能不看 你也不能够不清楚 心中念念至成普勋的那种香炉像 所以用一些物像 也是提醒行者知道当下的发心 所以讲到这里 从上面到这边 要是慢慢就是真的能够体会的 慢慢你就能够真正体会到 现在心中你都能够如实观 如实见利 不见得你真的要在现象中 你要找到 你要真正能够安部 找到那么多的器具 但不是说不需要器具 你真正当然就圆满处 能够真正建立曼陀罗 那当然是一切理事 一切法都能够因缘 就叫剧组才叫做真正能建曼陀罗 但你现前你就知道 你念念之间 在心中就能够围起如是的坦诚 就能够为自己这样子架构 所以从你刚开始念念观想雪山大力白牛 那种念念白牛为时雪山的肥腻的香草 山中肥腻香草 但为以雪山清水 那种心中的这个心中 就是他那个体中不能讲心中 因为讲到白牛 白牛之体 性体之中的所有的一切排解的亲近维系 而你念念就在这个排解亲近维系上面 你能够庄严你心底深处的那个坛场的坛城 最初的安部的心地 但是最初的安部的心地 那现前的行者 那念念之间 还是现在的凡情啊 那如何在凡情之中跟心底深处 如是心里面的这种怨心跟自己心中 内心中所崇尚的这种清明的道理能够相应 呼召 所以他就能够在现前的每一个念头当下 所以他就甘心能够别于平原 就在当下 别于平原上面 就在这种种心中平等至中 他能够运起平等至 为什么运起平等至 因为他能够知道根本就是雪山 根本就是本来心底之中的盛德的韵量而已 所以他就别于平原 在平等至中 在种种五蕴现前处感受上面 在种种成表的种种现象中 他能够深入五蕴 发掘地下 取其黄土 然后取出根本心里面不随一切感受流转的 心中的本来的法性能够称量一切的心中清明的心中的担当 这取其黄土 然后就在这个担当才叫做河土成泥以土长地 你就在拿这个 拿这一念心念念为你铺设 庄严你现在行者的心地 但现在的心地 若是不明白雪山大力白牛的根本维系圣人的境界 你也不知道现在的心地怎么样安部 想要只有大力白牛 只能告诉你只有讲到雪山大力白牛 不讲到后面在世俗中的禽流臭惠 如何更用其他的方法 能够更表明行者的心机 唯有雪山大力白牛的话 那根本凡夫不知道怎么修行 都是圣人 圣人的迹象 排解都已经清净了 那你怎么开始想到 你根本没有行为可以建构 架设 所以大力白牛是心中的根本的崇尚 本来的心体深处的去向 但现前就是为你开始架起坛成的念念归家的心中的向往 所以他才能够为你架设后面的所有的一切 别十种 十种这个波罗蜜 如何细罗成粉 如何在河土城里表达心中的赤尘 然后华中安波 波中仙城八月露水 光这几句话里面 他不但能够云集物象 还能够搜罗一切世间的 不管节气 时间都在里面 所以这个坛成将来你会体会到那个决心之中 连世间的时节节气都是决心中成量的 因为大决心体就有如是的节气股 因为决心现前处随缘就有如是的节气股 它的根本的情操 根本的气度 随缘所担当的一切的作用 那个节气 所以你所处的世界才有如是四十种种节气的现象 现前 所以这里面你要慢慢体会 连世界的时间 物象 世界的相状都能够设在其中 所以十六香炉建华铺设 还要告诉你建华铺设 建在哪里就要在种种开发之中铺设 叫建华铺设 所以这里面不能少一个字的 不能够没有一个字的 建华铺设 铺设庄严 有的念是建华铺设庄严 是在打斗点的 那这里面是它是建华铺设 庄严香炉纯烧成水 有的是念香炉建华铺设庄严 香炉纯烧成水 无灵见火 有断句啊 断句是十六年华十六香炉 建华铺设庄严 香炉纯烧成水 无灵见火 也有这样断的啊 但是 没有关系 既然有这样的断法 我们就照这样子这样子讲啊 庄严香炉 本来铺设庄严 对香炉这种纯烧成水 就在这个香炉里面 你念念烧的是什么 烧的是这种入流心中 念念入流心中的赤尘流论 叫纯烧成水 它不杂烧 不是遭日间的一切其他的种种感受 你只要念念入流 入什么流 入大觉的法术之流 入这个森树之流 森树的这种之流在哪里说 就在你根本觉体上的本来面目上说 所以入这个流 纯烧成水 无令见火 为什么叫纯烧成水无令见火 只是在一心入圣流 一心啊 只是入圣之流 入圣之流 叫做纯烧成水 不在其他更立民也 不在其他更觉得有种种光药 有种种民药 所以无令见火 你只是这样子一心的这样子熏悉 焚烧 不是在这个焚烧上面更立所明 叫无令见火 叫纯烧成水无令觉火 这意思体会得了吗 只是一心要入这个圣流 在入圣流之中 你不再更立种种所明 因为这个圣流当下 它本来就是一切法的大明 你不必在这个上面 在妄立所明 以为有所得有所证 你妄立有所得有所证 就好像你在这个炉前 你突然别见种种火光火明 你根本不必见明 就不必见明 就告诉你 那天就弃入什么 弃入无公用道 就弃入无公用道 这是最初 让你知道那个心中纯烧的史 那为什么讲纯烧 就是真正心中的赤城 纯烧史 当然下面还有见火像 前面你要知道 不是在这个上面更立所明之中 叫无令见火 后面再说到见火 那到后面再讲 也要让行者知道 虽然不令见火 但你要感觉到心中的熊熊的赤然 那才那才讲到火像 那才讲到火像 所以这里面谈场一步一步 他讲的非常维系 非常清楚 所以无令见火 去白牛乳至十六气 所以白牛乳就是白牛就讲到大白牛 这个白牛中就是根本不是黑夜 这个牛乳 乳就是法乳了 这牛乳之中就是比喻一切法乳 取白牛乳 取白牛乳至十六气 白牛就是白就是善业 乳者有补乳的意思 补玉也补玉也 至十六气 干嘛要再至十六气 为什么更说十六气 所以这里面反反复复这样子讲到十六 为什么又更说十六气 这既然讲到气 就是气世界了 就入种种气界了 所以治十六气 就是让你更立更设十六开示 十六开示 如大经中常讲的 如贤护等在家菩萨 又讲到十六开示 在家菩萨 为什么有些大经之中讲到十六开示 如贤护等在家菩萨 但名字我就没有一一把它揭露下来 然后讲给大家听 这只是要告诉你 为什么有的经中要讲到十六开示 又讲到开示叫做在家菩萨 因为上次讲过 大决心体能够现出种种适用 现前处来 其实就是在俗 念念在俗嘛 就在一些作用中念念在俗嘛 但是现在讲到在俗中 是看到根本决体 非俗的适用现前处 但是你不假借 不假借种种俗中的 所有的一切 事项的陈列 你也看不到你根本 非俗的适用 所以假借在俗的种种的 事项的表现 那叫贤护 那叫开示 尤其是读到这个 《无量寿经》就有十六开示 那十六开示 你读到十六开示 你不是只要单读它的名字而已 所以你就要体会 为什么要去读这个十六开示的名字 如此读这些菩萨的法号 圣号 就是要让行者念念知道 现在念念在俗 每一个感受之中念念在俗时 你能在每一个感受当下 体会到根本心底之中的 本来的本来非俗的亲近嘛 所以他在感受中在黑过去就是流转处 现在在黑你要体会就是欣喜之中 本来根本不躲在种种烦情的 适用线前处 那叫贤护 你要没有如是在俗的种种开示的 心中的认知 你将来就算在在俗里面 有的时候你就可以忘分是真是俗 你不敢担当一些俗 就算在俗之中 俗中的所有些虚幻 那种幻影甚深 视力甚大 你搞不好就受其流转 所以什么样的人能够担当 虽然前面有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道理 是告诉你必定大决心体必定能够入俗 大决心体必定在俗 可站在在俗这个上面 你也能够慢慢体会 他就在在俗的这一个立足点上 就有他的适用线前处 这个叫做决心 他剑刺之中 入到城中的时候 决心剑刺的安部 从根本非种种凡的欺民之中 他就能够安部种种圣性 然后在入凡当下 他能一样在入凡之中 以圣性而立的种种真性先前 也是入凡那就是剑刺 所以讲起来好像一句话讲完 大决心体本来就是能够再俗 可再俗当下 你要明白再俗的力量作用 念念守护 念念贤护 所以既然要知道力量作用 所以在这个谈诚中 在你心中的理解上面 你要念念为他什么 念念要帮他区分明白显现 区分明白显现才叫做架设谈诚 才是明白星辰 所以你看到密法那个截坛 或是真的讲那个话 那个曼陀罗 那个维系啊 那个波纱 一念一念一粒一粒纱所居成 那个色彩所居成 就要你一念一念 每一颗细纱 你都要明白 他什么样邻居的 邻居在哪里的 所以每一个剑刺你都要了解 所以行持在世间行持上 你就看到那种心中的维系 可是在初世间的行持上 就是什么 就是在每一粒沙中 你要体会到 你根本大绝晶体 能够入到种种沙界之中的 本来的剑刺 每一个法中的根本的大明 本来的智慧 既然如是 所以他为什么要在外更立十六气 治十六气 就是十六气者更设十六开示也 为什么设十六气就是在俗 这个十六气就是居士 为什么叫居士 他居于一切俗中 能够显现一切根本决体的适用 叫做居士 所以居士都是在俗相 都在俗相 所以取白牛乳治十六气 白牛乳刚刚讲的是法乳 这个叫做善法 善法是在哪里 接近的就是任何一切念头 念头在哪里就是俗 但你在俗中 你又是不担当俗中的信德作用 你也照不了真性的根本的道理 那叫开示 那叫开示 不是讲话开示 开示是一个开门的开 大事的事 十六开示 十六开示 所以你也不能够了解真性中的道理 所以这里面就会慢慢体会到佛经上面 他有的时候佛经上面一步一步接引行者 念念去体会大觉的信用 念念慢慢去体会种种名像 种种的一些作词 你都能够在心里面能够分析的出来 讲起来你可能就可以一句全说 那就是决体 你也可以在上面分真分俗 可在真中 你要分得出来见次的种种 智德 在俗中 你要分别的出来所有的一切的利用 现前的利用 所以你都要念念之间明了 所以在这个力量作用上面 你才知道这个坛成是怎么样安部的 所以至十六气 既然用到气中 就是气 就是用到世间 乳为煎饼 这个乳 乳为煎饼 饼中啊 这个乳叫做善业 他来煎饼 煎字 这个煎字 煎有 下面四点是火 火前 拿这个法乳 作为心中念念赵俗的大明 但是在这个赵俗的大明之中 你又不是随着种种民中的末哨流转 你是站在大明之前 大明之前叫做煎 然后什么 饼者 食也 病也 他能设受一切实性 叫乳为煎饼 设受一切实性 他能够煎饼 饼 看古德讲饼是什么 饼就是拿面 卖出浑水调和 浑水调和的食物 就是饼 那意思就是 拿乳是乳相 那混一切食物 一切心中所食 心中所食就是什么 就是你入尘 入到世间的 所有一切实性 所以乳为煎饼 这里面就慢慢 又到尘世中的最后的作用 就是实性现前始 实性现前处 所以刚刚是以香 香是标气 标心 现在都是以食 食 食就在气间 就在气间 所以下面 病猪砂糖 油饼乳米 酥和蜜 将存书存蜜 这八位者 八正道也 这八位者 将八正道也 当然 这个后面 当然现在还没讲八正道以前 先把后面有一句话 存书存蜜 后面多了一句叫集猪果子 饮食 葡萄 食蜜 种种 善妙等食 多了这句话 你在内言经中看到我们常常读的是没有这句话 可在西北塔有这句话 对吧 昨天刚刚我这个常驻师傅也在跟我研究 这西北塔看到他是说宋元明这个清色后面的内言经是没有这句话的 可到了高丽障是有这句话的 大正障就一高丽障就结录了大正障结录了这句话 那西北塔又以大正障为主 这中间蛮复杂的 所以 也有人认为说高丽障是比较他留下的东西资料是比较纯的 比较精准的 但高丽障的出处时间其实就是在大宋连间 就是在大宋连间 所以唐朝在唐本就是以前的古本唐本以前 要是说大伙说宋元明就有这样的流失流散 这就叫做宋版明版 那个版本不一样就宋版明版 那事实上在高丽也有很多战乱 他们也有很多战乱 金藏藏经也就失去很多 他们在宋朝的时候也有人来这边再去补及藏经 回去做高丽藏的 这也是大宋连间 所以为什么他们在那个时候也在那个连间集的藏 他却可以号称唐本 他可以说唐本 你要是你都会不流失 中土应该也不流失 中土应该也不会有流失 在一个高丽藏 在一个大阵藏 大阵藏的实际上的年代已经是 我们隆藏之后好久了 大阵藏好像是1922年吧 是不是 还是吉藏大阵年间吧 我记得是这样的 那隆藏是 隆藏是这个 事实上雍正是吧 雍正年间就开始集隆藏 到乾隆 乾隆完的 乾隆完的 所以他跨越两代的 两朝啊 就跨越两朝的 所以在那个 你常常在大阵藏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比大阵藏早好几百年 所以大阵藏 那时候他为什么没有用到龙藏 龙藏又是用举全国的财力来转集的 所以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 所以西北达说他是送元明的本子 所以高丽藏可能比较齐 他可能跟唐本比较符合 这大家都有疑虑了 那事实上都有疑虑啊 事实上都有疑虑 但是这句话是出在哪里 这句话真正是出在有一部经 叫做大佛顶如来放光什么西达 多伯达那什么咒什么金钟 会有这句话 前面的经文 是都是一样的 就多了这句话 我没有因为没有时间去研究 所以只是告诉法师们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到有研究完了 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 告诉我一下 免得我自己去查 你研究一下 但是只是告诉你 对汉船留下来的 有很多东西 既然是宋元明留下来 在宋朝就是唐朝之后 那宋朝那个时候接了唐朝 他就假如说在经文上 有少这句那一句 那应该那时候记忆是最深的时候 他应该都知道 尤其那时候古德 尤其在这个文字之中 他真正是字字都计较的 念念计较 他不像现在的后人 他随时就在改 随时就在想改字 那过去不是这样的 过去是一个字都不能够错 一个字都要如实操录下来 每一个字要操录的 而且那个时候古德备出 唐宋明的时候 古德备出 现在已经都没有什么德了 对吧 现在德就是那个 不是大德的德 就是德了吧的德 这个德很多 德了吧的那个德很多 那 所以现在用 现在有很多人的知见 我觉得好像不太能够睡 服人 不太能够服人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去去查一下 但事实上可能没有这句话的 因为在 我还没看到唐朝的古德有这个解释内言的 因为昨天稍微翻了一下 因为知道这个 这件事情 我稍微翻了一下 没看到 又翻 又翻西贝塔 所以又不能随便相信 对吧 然后 但是在 在宋元明清 所以古德所写的内言经中 没这一句 就解释内言经中 没这一句 就是没这一句 那当然说 那当然是高利藏有 说高利藏有 大政藏也有 大政藏也有 但是到底哪一个才是 才是正确 现在很难考证 但是这句话我们选择 跳过不说 为什么不说 要符合古人故 古人这边就讲八位 就这八位 诗中八位 那八位 沙糖油饼乳米酥和蜜浆 纯书纯蜜 八位 八位和八政道也 就和八政道 为什么讲八政道 八政道第一 政见 政见讲沙糖 为什么讲沙糖 沙糖就是散沙一切 糖叫甘甜 破诸邪苦得本甘甜故 破诸邪苦得本甘甜 那是在哪里得 他是在一切杀戒之中 杀戒就是眼睛所见的一切成戒 那叫政见 叫做破诸邪苦得本甘甜故 正思维叫油饼 饼刚不讲说呢 石合并水调合物合并 油 那油字在中国上面 油是什么 宫井之壮 油 宫井 宫井油油 油油就是宫井 宫井 就是千功谨慎 宫井之壮 宫井之壮 所以宫井油油 理合时设 理道理要合 一切时中所设 理合时设 正思维也 正思维也 这有的时候还没有习惯戴老花眼镜 所以要拿来拿去 拿来拿去 戴久了眼睛又滑了 正语乳 乳糜 乳糜 糜是稀饭 那乳又是 法乳 法水姜汤 用法水的姜汤 就是法乳 那个稀饭姜汤 对吧 十月诸根故 十月诸根 那诸根能够 十后能够起成喜悦 十月月一个心一个对 十啊 受十的十 十月诸根故 那诸根都是什么 都是 开始 宣说处 书根 都是 将法处 所以叫做 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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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和 苏那就有 舒展的意思 就有心中放下的 行解顺畅 和于 大道骨 叫苏和 叫正语 正语之中你要行解顺畅 再行再解 念念顺畅 要和于大道 这才是真正的正语 正语是密 为什么叫密 念密是藏于华 华是出密 密是出于华 当然你说有十密 那这边没讲十密 这边讲密 就是华密 所以他藏于华 表示这个密中 为什么叫藏于华 在内心之中所结的这个密 是根本在开发中所结的 在一些行者 逆逆之间 心中庄严中所结的密 所结内心之中的 内心中所藏的甘田 这种甘田 所以他叫内藏于华 内藏于华 外乘于公也 外乘于公固 你要藏 虽然藏于华 为什么外乘于公 因为华密 是要靠密封取来 你虽然它藏于华 你没有封 你也看不到华密 你也取不了密 所以你那个叫做外乘于公 公就是工作的公 那叫正命 你令人之间 要如是开发 你令人之间 要如是成就 如是行持 外乘于公 那是行者的正命 正命如密 再来 将是正经济 正经济者 将者驱寒解表 他将能驱寒解表 解表就是让你念念之间 不再受一切成表的迷惑 驱寒 就是让行者心中念念入无畏 有寒就有畏 无寒得大无畏 所以解表 所以驱寒解表 在一切感受之中 不随一切感受 表象中堕落 所以行于无畏故 叫做正经济 正念纯苏 纯苏 这里长到 这个苏就是乳了 这个乳中 乳中 乳中 乳是出于乳的 所以它叫法水 所以法乳一味 法乳一味 而且它讲到是纯 所以叫一味 纯苏 它不是有杂属 纯苏 表示心里念念之间 那个念头当下 只是一纯 就是纯 法乳就只有一味 直至醍醐过 直至醍醐 那个念头当下 就在念头上面 其实就是法乳 法水中 法乳所所滋养 但哪一个念头 不是你根本大觉心体 本来的 信中的醍醐 面目 所以直至醍醐故 镇定 叫纯蜜 所以这里面都讲一个纯 镇定 都讲纯 刚刚讲的蜜起于华 但是这里面讲纯蜜时 就不再讲华 它也不再讲功 既然是纯 它就离去 所有一切的作像 离于作像 也离于一切物像 就是表示心性之中的 本来的甘美 本来的性肝 性中的肝 所以它讲 纯蜜者 性肝无杂 绝诸功用骨 叫做镇定 诶 练完 听懂吧 越听越糊涂 越听越糊涂 前面是用香 现在是用石 石就是用于气 现在的作用 现在的作用 就要符合什么 就符合 在一切尘世间的行持 就是八正道 所以没有一个大法 在理中圆明时 在事项 不是从根本基础之中建立的 都念念之间 在如是基础之中 念念回光 念念建立的 所以前面在香中 香中的名字里面 你就会看到 根本性德之中的 所有一些气质 德恨 在后面的 所有一些在气中的 担当理行者的担当 行持上面 讲到那个受食 食物中 你就可以感受到 那个食物中的 所有一些胃中的滋养 胃中心中的 念念之间的 这个在法体上的 不断的提升 所以有的时候在 截坛就是内言经 所以要是没有古德解释 有些事实上 你根本看不懂 但是古德解释 你要是真正知道 那个心里面的表法是 你才真正知道 原来密教的截坛 说的一切器物不是乱去的 不是随便你想拿就拿的 那真正有仪轨的 符合诸佛亲近仪轨的 就符合大决体上亲近仪轨的 所以没有后面这几个字以后 我们再讲 于莲华外各个十六 围绕华外 就在这个莲华外 刚刚讲至十六七 但是在莲华外 这十六七中各个十六 就每一个莲华外面各个十六 就在这个上面 十六七中 在十六开始 每一个华外 各个十六开始 各个如是 十七中的供养 十七中的供养 有这个八正到八位之中 心中的念念的滋养 不但能滋养如是的法体 也滋养如是的根本 能够随缘化现的一切 心中的作用 所以各个十六围绕华外 以奉诸佛及大菩萨 就在这里 于理于事 于根本心底的道理 心中的本来的面目 跟现前行者的行持 念念都已经清楚了 所以以奉诸佛及大菩萨 那念念开显的就是大觉心体 跟现前的所有一切智慧妙用 以奉诸佛及大菩萨 每以时时 若在中叶 这句话过去要不懂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中叶怎么是时时 日中才是时时 所以讲到别于日中时 都是非时时 那中叶为什么是时时 所以每一时时就告诉你 根本大觉心体之中的 每一个摄受处 每一个摄取处 那每一个摄取处 站在行持上是什么 日中 你念念之间不能离开 根本的大照 设一切时 也就是你不能离开 决体的根本的作用中 你去感受一切的感受 那叫日中一时 那叫做日中一时 那这个根本的大照 当然不跺在任何感受之中 不随任何感受迁流 那叫日中 他能够明白一些感受 所以叫做日中 但不随他迁流 叫日中 所以就在这个日中之中 他能够他能够清晰担当 等运一些感受 叫意识 这叫意识 所以这个日中一时 平常我们都在用 那用的目的就是 让你念念之间行者 就在时期中 在每一次的吃饭当下 都还能够在现在的行为里面 你不断的看到心中的作用 你连现在我吃饭 都不能够别于时时吃 所以将来你就能够念念之间 你在你思想起处 你就不会别于日中 立种种感觉 不会别于日中 立种种感觉就是什么 你不随着一个感觉沉沦 你在每一个感觉当下 都体会大照现前 那叫日中 所以不单只是叫你 只是中午只吃不非时时 这就是修行了 这个修行到将来你才能知道 因为你生生世世坚持不非时时故 所以在如是时性之中 都设六根 将来在六根运用灵明当下 六根门头当下 你都不会非时时 你都是日中时 日中一时 那道日中就是 你一年之间都在大绝体上 就有点类似 我跟大家师父讲的 你在一些成像中 你能看到根本大绝的情境 你没有设受没有设时吗 有啊 当下就是你时处啊 就是你社区处 但是你是跺在种种感受上面 不是啊 你是在根本照明着 心中的清明上面说时的 那叫日中 那叫日中 所以明明是在日中叫做时时啊 那为什么叫中夜呢 夜也一样 夜是昏昧处 过去训练行者是日中为时时 现在为了要告诉你根本的大绝性体 就叫最昏昧处 就是众生最暗仗处 感受最深沉处 你也根本不度 那不度之中也根本明明白白 那个明明白白就不是什么 就不是前夜也不是后夜 那就是中夜 那清清楚楚一切感觉 刚刚讲到清除一些感觉时 你是站在日中 站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上来 就是什么 就是中夜 所以古德在这边解释 日中夜者即日中夜 就是日中的意思 为什么即日中夜 刚刚体会我讲的吗 你就在任何感受里面 你能够体会那个决心的大照叫做日中 这都能体会的吧 你能够体会决心大照是行者回光时的作用 将来你能够担当时的 就在这个日中的大照 你看的就是什么 就是感受中最浓厚处 那就是中夜处 所以你明白中夜处就是日中时了 就是日中时了 明白一些中夜处 中夜 中夜就是夜就是暗顿 为什么叫做在吉祥记里面 愿咒吉祥 夜吉祥 咒是心中大明处 你当然要清清楚楚 月是夜就是 你在不明处也要清清楚楚 暗顿处也要清清楚楚 你不只能只是知道明啊 我只能明白一切一切感觉 你只是知道明 你还要担当入一切感觉 那个不明处 所以最初你知道那个日中处 将来你就有那个智慧担当中夜时 哪个中夜 哪个中夜不是日中时 就日中时 而且还是时时之 射受时 大决心体的时时 所以这里面叫做 每以时时 若在中夜 这只在中夜 在日中上说 若在中夜 一中夜就告诉你不偏 他不是初夜 不是后夜 初夜 你还不能够担当完全故 后夜 那就已经有点随忠忠 感觉的势力流转的现象 那个中中 那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偏不移 心中的清明 那是中夜 那是时时 那清清楚楚的 知道那个感受 曲蜜半生 用素三合 曲蜜半生 用素三合 蜜半生 蜜者 就刚刚讲了 在前面已经说 蜜就是从华 从华 苏是从乳 既然从华 表示什么 表示法行 在法上的种种庄严 法行 乳呢 表示法味 就是能够滋润如实的道理 叫法味 曲蜜半生 半生者 忠也 就是忠 半生种忠 在 在这个法行当下 你念念 不随任何的种种造作堕落 就叫半生 曲蜜半生 半生种 曲忠 用素三合 三合者 一切成就的数 成就素 用素 就是这个法乳 是成就一切法術的 所以成 成数再三 成数是三 那 心体的庄严是中 心体的庄严是中 就用蜜半生 蜜 要在哪里说心体庄严 法行上面 行为上面 如法而行上面 那怎么用三合 用法乳的 所有一切法意的滋润上面 说三合 成就一切 普论一切 就用素三合 谈前别安 一小火炉 谈前别安 一小火炉 就叫做曼陀罗前 叫做谈前 曼陀罗前 就是星辰之前 星辰已经架构 为什么要谈前在别安 星辰架构时 你念念之间 你在更为心中掌养 叫做 这个别安就是要更利为别 更利 为什么叫更利 表示你念念 已然照耀 如是曼陀罗 你虽然正在见曼陀罗时 是心中已经慢慢入到曼陀罗的种种的维系的道理 行持 但是你要站在行持上面 你要看到你心中更利 更利就是更贱 不是真正就要谈前外面利 就是更贱 在谈前更贱 你心中的那种赤鸣 那种心中的赤圣 那为什么叫小火炉 它不是大火炉 小火炉 表示行者 念念之间 赤诚恳切 慢慢的熏悉 那一步一步的归家熏悉 就叫一小火炉 正用小火炉这时 就是讲到火了 所以为什么前面是无令见火 前面叫做无令见火 所以不应该有火性 那今天为什么叫火炉 现在为什么要火炉 站在这里面 让你让念念绝招 你要感得到心中清清楚楚 叫做念念都能感觉到心中的致命 叫做火炉 致命者火也 别安一小火炉 谈前再讲一遍 什么叫谈前 就是谈场都安置好了 全部都知道了 但是要更利心中的赤城 所以你要更感觉到心中念念之间 如是在心中不断的燃烧 不断的在上面不断的焚烧熏悉的作用 但那个焚烧熏悉的作用 那种作用里面要念念致命 所以叫火炉 以兜罗婆香 这个火炉中用兜罗婆香 兜罗叫做兜者包罗 楼者重隔 婆者就是舒展 叫婆 解释这些名字是告诉你兜罗婆就是什么 就是把上面所有的一些道理 你全部尽纳在心 兜罗婆香 就用到这三个字 兜罗婆香 兜者包罗 楼者是剑刺清楚 每一个剑刺清楚 从大白牛开始剑刺清晰 婆者是让你舒展 明明白白 心中的念念如是的赤城 心中念念如是心里面的长养 叫做兜罗婆香 兼取香水 怎么样兼 就在小火炉上兼取那个香水 就表示你念念之间就在这边熏 就在如是地方滋润 所以香水者如如是香水寒也 对吧 以是香水之静 静于炉中之火种 就是沐浴其炭 拿着香水之静 心中的真正的赤城 沐浴 炉中火种 炭者火种 当然不是要你真正截炭 就看到你是不是真正那个别安一小火炉中 你念念之间赤城 在这个火种中已经大名 怎么大名 兜罗婆香大名 兜罗婆香的香水就是捏捏这样子不断的朴熏滋润 兜罗婆在哪里 兜罗婆就是前面所述的一切的表法 你能清楚 从大白牛开始 一直到最后 讲到十六开始 种种的八正道 所有的一切心体的安部 就是兜罗婆香兼取香水 所以你看经文 他用到这边要用兜罗婆香 要用兜罗婆 兜罗婆好像我记得要是没错的话 他也就是苏和 也是苏和香 有的地方解释也是苏和 那就是和一切 能够铺书斩和书斩一切 能够结一切 兜罗婆香 这里面就讲到 讲到名相之中 讲到一些器物里面 就让你知道开显心中的作用 兼取香水 沐浴其探 燃令猛赤 怎么样燃 只让心中 必名以燃令猛赤 所以燃令猛赤 不单只是器物之中 你要让他烧燃猛赤 热烈 是要告诉你行者 这一念心念念 你必须让他燃令猛赤 就是必须让他念念必名啊 那就是 那才是别安一小火炉的 别安的那种作用 别安不是说另外安 那别安才是个别再告诉你 那别安的重要 别安一小火炉 那念念令其照明 念念猛赤 然后 头是苏密 于盐如泪 就头在这些智慧火中 头在行者的如是的发心之中 对吧 智什么头什么在上面 头刚刚讲的法行跟法位 二位荣荣 二位荣荣 头在如是智慧中 法行跟法位 投入火中 然后呢 他后面还要讲 头是苏密于盐如内 那个就是赤然的盐如 大明之内 还要烧令燕尽 什么烧令燕尽 烧令燕尽就是 你虽然有如是赤神的坐像 但你还要在这个坐像之中 符合你刚刚见曼陀罗时 心中明白的根本 本来大觉性体的道理 所以烧令燕尽表示 另见让自己要见到 所以刚刚讲到别利火炉时 所有的一些火像都清楚 但你都要清楚这些作用 当下 你还要正得 要见到一切作烟全息 作 在作中 你感觉到有种种的烟云弥补 作中 在一切有微形中 你感觉到有种种烟云弥补 但是这些烟云弥补 就是讲到 多罗婆香 煎取香水 沐浴气炭 燃力猛赤 燃云弥补 但在这个烟云弥补中 你可投入这个探中 投入这个炎炉内 在法行法位 投入炎炉内 还要让一切作中的 所有一切烟云消邪 作相消邪 这才叫做 像佛菩萨 你这才能够掌养 在心中才能掌养佛菩萨 宁吉世外 遍学繁华 然后在这个世外 什么世外 世智 大圆尽智 平等性智 秒观察智 尘所作智 智一定照外 宁吉世外 遍学繁华 藩者有什么 导影像 所以上次好像讲过 床帆在佛门之中 他的解释 他的表法很多 床帆有这个列队前行时 列队前行表示 部队念念之间向前进去 进取处 部队进取时 那个床帆是列队在前的 所以他在列队一切行为 部履的当前 都是在当前 可是他这个像状是随风 往后飘扬的 所以你大部队行走时 床帆在前 部队是往前走 可以感觉到前面的所有的一切 感受都因风来朝 就向他来朝的感觉 因为床帆感觉那个风向 清风来朝 广青和尚的清 清风来朝的感觉 就是能够看到你大部队的威德威士 什么大部队 你心中根本智体的菩萨愿 愿行这个大部队 所以叫广玄藩华 在藩华之中 所以于谈世中 谈世中四壁 辐射十方如来 四壁者 这边说四壁 有的时候要跟古德讲的 又不能离太远 所以一定要写下来 所以四壁者 壁者剔土 就讲四法也 就讲到现在的四法 凡所射一切四的四壁 四法就是信解行政 教理行果 在这个四壁上面 宣诸 辐射十方如来 积诸菩萨 所有形象 你要辐射 所有一些十方如来的形象 跟菩萨的形象 辐射怎么辐射 就在你的信解行政 教理教理行果上面 你要清清楚楚 一切诸佛 我十方诸佛如来 菩萨的形象 庄严 表示你念念之间 已在这个上面 诸佛的形态 诸佛的根本的体德上面 已经念念观察维系 叫辐射十方如来 菩萨所有形象 后面这句最重要 后面最重要 音于当阳 这个叫做当阳 你念念之间 在当阳中 当阳是在哪里当阳 现前的每一个念头当下 现在每一个念头当下 就是什么 就是过去众生流转的 阴拙最重处 但是阴拙最重处 你在截曼图鲁时 你都知道 念念之间已经已然相胜 已然根本不跺在 现前过去的众生的夜感中 所以你就在这个阴拙最重处 你看到就是你大觉性体的本来面目 那叫当阳 所以当阳没有离开这个 现前的种种的阴拙 为什么要先在这里讲 因为后面会跟你讲最后 有皮纳叶迦 皮纳叶迦 就是什么 就是双生嘛 阴阳二法 这后面有讲皮纳叶迦 他今天怎么讲到皮纳叶迦 所以当阳张设 卢舍那 释迦弥勒 阿处弥陀 当阳 既然是当阳 那当阳就在向东 对吧 卢舍那者 叫做进满 报神佛也 叫做报 释迦 这就快速讲了 叫做化 当 弥勒当来也 现在刚刚讲的弥勒章 弥勒当来 就是念念之间 在世心三昧之中见当来的 所以世心三昧 也就是为了这个世心三昧 讲这一个教材 就是告诉你如何 入到如今世心的圆满 十方如来 显现在前 但你要怎么样 见到十方如来 显现在前 你要看到当阳 所以当阳的时候 你要念念看到当阳的时候 才有弥勒 不然你看到的弥勒 都是求诸世民 流转在世间 你要是真正在当阳 看到弥勒时 你当然能够应用 当然能够应用世间 一切万法一切万物 你能够应用一切万法 一切万物 那叫结坛 要结坛当下 还让你能够震得本来的面目 根本的心形 能够大觉形体 所以当阳建立 就是卢神拉 释迦弥勒 阿处 东方 既然当阳 那当然讲东方 弥陀西方 从东就能照西 西方者成就意 虽然当阳 当阳中一定要成就像 所以讲到弥陀 所以这五个佛像 这五个佛像 然后诸大变化 观音形象 兼金刚藏 前面讲诸大变化 为什么讲诸大变化 大悲绝体 大悲的信用就是诸大变化 因为他能够上和十方诸佛 奔妙决心 与佛如来 同一次力 下和十方 一些六道众生 与诸众生同一悲养 所以在这个上和下和的同中 他就是诸大变化 他能够弃成变化 他就是同体流出中 就是诸大变化 所以你不能够认得这个观音时 你根本不知道决心的同体流部的变化 你不能够明白这个变化时 你根本不能担当 所有一切决体 不要说决体的本来面目 你也不能担当决体的现前 任何决体现前 你就流转在凡情 所以这个诸大变化 他现的就是什么 女相 就是女相 所以观音多现女相 多 你都把它画成女相多 诸大变化也是佛母摩也 就是佛母 所以讲到变化也就是佛母 那佛母要在哪里讲 就在同体根本的本来的性德 同体上讲 所以你知道当阳有五佛之后 你还要立诸大变化观音形象 为什么诸大变化观音形象 那要是听不懂 以为种种观音的变化 形象都摆 那你摆不下的 那你根本装不下 还有一个弹场 你都装不下 就是观音像 那个观音像 你要知道就是同体像 行者令人知道 令人间能够去体会 他那个诸大变化 在一切大中随缘的一切变化 诸大变化 观音形象 即金刚藏 兼金刚藏 这种大变化之中 讲到的根本坚定不坏 决定无疑 金刚藏 这个心体 已然知道 叫安利左右 所以这边讲的安利左右 是叫辅 你懂得如何辅助的辅 辅 如何在心性之中 安利种种圣像 以为行者心中的辅也 就辅助 你辅助什么 辅助你更能够直下去做官 辅也 下面再告诉你 既然是圣性 你安利好了 那入俗呢 俗中的立誓作用呢 所以前面先讲 帝氏犯王 帝氏 玉戒 范王 色戒 玉色二戒 当然他不就不再讲无色戒 就玉色二戒 色戒其实就可以设无色戒 帝氏犯王 无除色魔 无除色魔 就是火头 你站在色戒 无色戒 当下就是你一切过去决心入在红尘中最初的照明处 火头者 头者熟也 火者是随一切成员燃烧出 所以最初的照明处 所以你还要知道你安部了世间的王种 就帝氏犯王 你也要知道决心怎么样入世的 那个火种 火手 不是火种 火手 无除色魔 所以无除色魔 大家要还有意象的话 他在《内言经》中讲他什么 他多淫欲 淫欲产生 他为了要关这个淫欲 所以关这个火性 做火性观 然后化诸淫欲 成就什么 成就种种 智慧火 决心正在入世时就是什么 就是欲望 就是种种 念念之间随种种感受不断静淫处 那是最初的淫欲开始 那也是最中灼处 那个中灼中灼在你根本看不到他 那个微戏 但他却是众生流转在后世末少的根本恶灼中的中灼 因为你看不到你不知道怎么时候流转的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静淫在这边的 叫乌除色魔 所以这一步一步的安步 乌除色魔 然后比南帝家 南帝家轻灭 因为从这个火手之中 你念念能够在上面安立种种灭目 叫南帝家轻灭 轻灭 轻色的轻 面目的灭 南帝家 没有那个照明的火手 你也不会在感受上安立灭目 你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 在火手之中你安立灭目 那叫南帝家 诸君察力 也叫君图力 有的人在那边带一痕 君图力 君察力叫力士 就在这个轻面之中 起成种种力量 作用 力士 这君图力者 就是君察力者 力士也 金刚也 就是力士 成就如是作用 你就在轻面当下 就感觉到一切感受中的力量 作用现前了 叫君图力 但是你看错是入凡的作用 你看对君图力就是护法 你要不明白那些作用 也不是认得决体士 于脾聚之 脾聚之叫称目 称目 一个目一个针 就是既然他说力士都现前了 所以你在上面就开始力针了 叫脾聚之 脾聚之 脾聚之也叫做观音顶上的出现的化成的种种 这罗刹女 种种女相 他就是让你在一切同体当下 你处处力之 你这里面用脾聚之 用到这个之 其他的之是用一个肉子旁一个那个 那个 那个子 那这里用到之 这个之就 刚好用到 就是念念之间你在上面力种种之 力种种之 叫脾聚之 所以那个之也叫做女相 也叫称目 称目就是你在一切眼目感受上 刚刚亲面 立了种种面目 这个叫面相 所以你就以为是真 称目先前 那个音念之间 所见以为是真 那个地方 那个势力多强 就如同称心先前 所以叫目真为称 称目 然后 在这个上面 四天王等 这个四天王就立四方了 所以这里才开始立四天王 从帝师藩王种种过中间的 种种差别像的造作中 于是开始看到四天王 四天王就分多方 就分了四方 所以四方中你就有 东方在持国 南方叫增长 西方是广木 北方叫多文 你就看到四方的作用 所以从这个称目开始 就成就了四方的作用 所以东方有持国像 持就坚持这个国土 南方有增长像 以为心性之中的不断的争议 在上面不断的攀附争 西方有广木像 你站在世间的西方之中 就以为是什么 那年之间 有增广你的见闻 增广你的见闻 实际上就堕在种种感受里 所以北方有多文像 多文像 就不断在心底上 不断的滋养纳寿 就多文像 所以这个随时最出入世间 是最后一天 最后死亡 所以这里面在 在那个 这个浦门品中 讲到这个四方四王 就是什么 爱统世界 保护众生 心里面已经 躲在世间成像最后 爱统世界 你感觉到已经有统领世界 保护众生 既然有所统 心中有所统 有所领 所以这里面就分阴阳 所以下面那个叫做 贫纳业佳 就分阴阳 所以贫纳业佳 就是从阴阳之中 在照体当下 能够看到阴 在阴中能够回到阳 这叫做双生 所以贫纳业佳者 双生也就是双生 就你最后能感到世界的时候 其实就是双生 为什么跟你讲双生 跟大家讲双生时 你才能够在最末梢的感受里面 你才能够容易回头啊 在末梢的所有的一些直寿里面 你才知道根本有一个大兆 是根本不躲在现前的直寿里的 但是没有那个造性的那种猛烈 你也不会躲在现前的直寿 所以贫纳业佳 他也就是最初的流浪处 可是你要到现前的直寿 你要知道还有大兆时 现前的直寿也是消歇处啊 所以你看错时 贫纳业佳就是相比 这个相比相头人身 处形 他是威猛 那造作 你看对时 他就是根本大自在天之指 就是你根本心中的本来的面目 能呈现世间的 种种阴阳二相的本来的担当 所以你看对时他叫大圣欢喜天 那是大圣 你看错时就是世间流转处 就是世间流转处 全都是流转处 所以四天王等贫纳业佳 章于门侧 门是什么 出入相 前面安置左右 是知道心体的作用 诸佛菩萨的形象 现在安置于门侧 左右安置 这个左右就不是辅也 这个左右叫列 列对清除 左右安置 如是成列排列清除 左右安置 清清楚楚 这已经好像讲不完了 大家要下课了 对吧 已经讲不完还有一句 要不要讲完算了 会不会太累了 不会太累吧 所以又上面这一句 又取八境悬浮虚空 这里再取八境悬浮虚空 表示这八境是什么 刚刚讲别安火炉 这里讲说又取八境 别安火炉 表行者一心心中的赤城 那种念念之间 向上不断的熏习 焚烧的赤城 这边再讲的又取八境 是念念要跟最初开始的 现在雪山大白牛车 那心底的根本 抵触的心中的崇尚相应 这叫取八境悬浮 覆悬虚空 那覆悬虚空 不是有个地方 有个坛场 让你能够悬这个八境 是要你念念之间 要照了一切 诸佛本来的八方智慧 八方功德 所以他叫做幼取 幼取者叫更智诚恳妾也 更智心诚恳也 八境 也就是根本诸佛的八相化仪 也就是八方的明镜 八相化仪 但是他必定在悬在虚空 为什么悬在虚空 不是你现在的质量 它是一切诸佛的限量 所以你拿现在的质量 目的就是要照到诸佛的限量 所以你当你能够照到诸佛限量 是不是真的有个诸佛限量 在眼前 只在你心中就好是 你安置了八境悬在虚空 覆悬虚空 不断在回照自己的现在的陈设 现在心中的陈列 所以这里面你会发现 它是这样子 不断的静光相交 这个静光相交 你令人掌养的就是 你在你心底虚空中 已经安置了一个根本诸佛的明镜 他就在回头照料你 所以你要更自信 是诚恳 能看到如是虚空八境 复悬虚空 不然你要说真正建立坛场 你都建立不了虚空 你怎么样架八境在虚空中 你拿的请中央公司 八部飞机 那他也没办法帮你成就 那必定要悬在 他是挂在机上 挂在机体 那不叫悬在虚空 所以复悬虚空 是你心中根本的赤明 念念心明 如空明彻照也 念念的大明 所以在这个彻照中 与坛场之中所安之境 方面相对 坛场之中所安之境 是你心中根本行者 赤诚恳切的心境 但这个心境 就是你在前一世 念念执重掌养的 诸佛的根本的亲民 这里面你就能感觉到 在这个曼陀庐坛场之中 就有内心深处那种 上下呼应 上下照料 八境悬负 你要是体会不出那八境悬负虚空 复悬虚空 那也是你从头到尾 没有在心中建立坛场坛成的人 你真的从头到尾真的让一步一步真的如实见利 你不必刻意安置八境 八境就随时就在你的虚空 还照你现在所部的坛成的八境 让你这样讲 体会得了吗 时间也快 只要赶快讲完 很难讲 听也不能够仔细听 很难讲 但是讲的目的就是告诉你 你知道世间一切法哪个离开决心吗 你知道原来随从你来都是你旧路还家的方便吗 你知道现前眼睛看去所有的一切事件的掌扬 哪个不是你妙觉明星的所有的一切的 所有的一切的呼召让你回家 当下的接引 对 你要是能够明白如是 那你再讲到弥勒的世心 你就能够体会清楚 你再讲到如何 永断轮回 你才能够体会清楚 讲你在这个轮回上面 还真的以为有轮回可出 你将来必多轮回 因为你在现前世间上 所有一切世界上面 一切世心中 所有一切世界安部中 你根本都不知道流出无量如来骨 你根本不知道 原来就是大觉心体的本来的妙性骨 所以你不但不知道决心中的所有的一切作用 甚至于你连在现前的物体 你都已经失去物性 失去物性是从哪里失去的 你仔细思维 失去物性 不是这个器物对你没有作用 失去这个物性 是因为你失去了心性 你仔细思维是真的 一个世间人失去如是心性 失去如是这个福报 世间上真的就少了一些器物 让他利用了 有一些器物存在 方便世间人时 也是仔细思维 也就是此度众生 在心底深处 他有如是信德的现前 有如是福德的现前处 既然如此 所以哪一个器物 不是你结坛的地方 哪一个放眼望去 眼睛见色耳朵 纹身六根六成当下 不是根本大决心体 本来的妙庄严处 就是坛成处 所以你这才能够去慢慢体会啊 这个世心三昧 前面这个 刚好也用了一天吧 有没有一天 第一节课没有讲 用了将近一天的时间 当然不见得说的很圆满 但是可以让大家 应该会发欢喜心 回去好好读读内言经 好好读一读 还有很多东西 我没看出来的 你们将来都能够看得出来 好好读一读 你才发现内言 真正叫做什么 安部四方目 真正是建立的 真正是为你兼顾发心的 真正叫做开智慧的内言 好 我们等一下我要去看雅 所以大众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皆供臣佛道 阿弥陀佛